老花姨每日一答回答一下 臭本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这么说 一开始缺水 后来我泡了盆看的不太行 这那的 它是一个多肉类的 到了夏季高温 它属于休眠 你跟我大舅子一样 是把它熟狗熊的 完成了它冬眠 它冬天的时候就不欢 可能跟睡着一样 你说它休眠了知道吧 你要老折腾它 把它折腾坏了 现在要做的就是 控水控光控肥 别暴晒了 好吧 干了就浇 不干不用浇 它状态不好没办法 小时候都好看 我小时候我跟你说 长得老好看了 长大了都臭 只为了一个道理 多肉就是小时候 萌嘟嘟的可爱 越养老了 它就越沧桑 很多的花友 就是欣赏那种 现在新手那种怪根了 就是很奇怪的那种多肉了 所以它是每次需要变化的 这个没办法 属于正常现象 到了秋冬天 还有春天的时候 它就会好一些了 一般它圆展体呢 是在大西北 就稍微冷凉一点的时候 会长得哇塞 明白这个事就行了 小时候我说我家有个观音莲做酒 长势不太好 它就这样 它本来就出一根 你可以经常向它喷喷水 往叶子上面 好吧 它主要天气热 但是这个玩弄 水里边 你要根部浇得太多了 容易烂 根部保持微潮 通风好一点 如果一下子老实 你这样就喷一喷水 适当地给一丢丢肥料 光热可以给一点 但是不要暴晒 就像这种光是最哇塞的 就现在你们能看到的这种阴阴凉凉的闪光 好吗 懂得是就行 现在我说茉莉花变成这样了 咋办啊 牵扎之后 移植掉叶子 你说你用的这个黄泥土 它本身没什么营养就算了 而且你的一个盆里边好多颗 它营养肯定是不够的 现在就是极度的敲水敲肥 下次注意点 你可以用我们老家的话说 叫建苗 你把其他的不好的全薅了 先留两个 等到后期长起来了 你再留一个好的 该施肥的施肥 不好的全部给它剪了 薅了 没跟你开玩笑 真这样 希望花手能够理解 你看我们大棚里面 牵扎的时候 一个穴盘里边就一颗 然后循序渐进的 换大盆 施肥 下个粥宝 去年长挺好 今年也发芽了 刚发芽 不久就嘎了 帮我看一下 这个该施肥 给光 浇水 浇肥 你去年长挺好 你给打个比方说 植物的施肥 给人吃饭 是一个道理 打个比方说 我大舅子 三天没吃饭 那个可能没下事 你是植物 一个月吃一顿饭 人是一天吃一顿饭 你给你植物三个月 半年 一整年没施肥 没二日 那相当于人 十二天没吃饭 我大舅子还睡了三天 是吧 家里有个冬天 对不对 所以说相当于人 整整的十二天没吃饭 你当然今年 他就不精神了 快嘎了都 该施肥了 该施肥了 好吗 外面给足光照 别的没什么大问题 慢慢还能长回来 像这么说 你看看我的花怎么了 这个就是典型的黄花病 碱性高 而且还有点积水烂根 懂这个事就行 你要松土的 把表面的土稍微松一松 露出来表面的根系 把这个不好的叶子 给它剪掉 而且长时间的 你浇自来水 它碱性就高 而且呢 极度的闷根 要么就是你 焊过头 浇了水以后 它不容易挥发 它就出现了 这个叶子胶边 现在能做的是什么 把不好的叶片 全部剪掉 就是给它撸掉也行 表面的土瓜 出来一部分 把花盆稍微垫高一些 用点繁肥水 再用点杀菌药 慢慢就回来了 该正常给茹光照 给光照 像是我说 你看这个茉莉花 黄叶了是啥原因 该剪了该剪了 茉莉花不能长那么长 哪有这么长 老爷们 你看长胡子的 你见过他们的 胡子很柔碎吗 你见过发质很柔碎 你见过胡子很柔碎吗 没有吧 长长长了以后 你看 这招老头 招老头 你看胡子很长 就很烂糟糟的 那个胡子 是不是一个道理 所以这茉莉花 有点像男人的胡子 你就剪就行了 你只要下面有牙点 上面就随便剪 喜欢大阳光 大水大肥 该是非的是非 正常给茹光照 没事 只要下面有叶片 你就 它边它边剪 剪了塞太阳是非就行 就是缺营养 别的没啥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其他两个问题 可以视频下留言 我是老花一 杨花最在意 别来说话